2015 毛起来爱 流浪动物热养活动 你会吧 如果还记得那些色彩斑驳 与这片记忆的平纪与肥沃 你会毫不犹豫的拉着我 再结局也一起播出 这是我的助教 一路上已经有很多人以为它是真的 它其实是夹动 安定讯号里面有很多狗 它做的动作或姿势 这个动作或姿势都是告诉大家说 它现在有一点压力在了 那这个压力呢 通常我们平常很难看得到 可能你们会觉得 我要亲它 它还故意把脸撇开 这个其实是狗常做的安定讯号之一 还有你相机一对着它的时候 平常还对着你笑很开心 然后相机一对着它 它马上这样子看别的地方 这个都是安定讯号 但是它还有很多很多 我相信可能大家平常呢 不太知道 所以我拿来给大家看 第一个很常见到的是 这只黄色的狗狗做的 它用舌头舔了一下它自己的脸 有没有看到 这个呢其实也是安定讯号常做的 但是你会有人说 不定吗 我怎么知道它现在是想吃东西 还是真的安定讯号 其实分得出来 如果它想吃东西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舌头一大片 从旁边这样舔起来 把它的口水都舔掉 这个呢就是想吃东西 那安定讯号它的舌头呢 出来的时间很短很快 所以它就只是很快的舔了一下它的脸 它就会把舌头收起来 就是这个 那我们很常看到狗狗在什么时候出现 如果你的狗对别的狗 或看到别的人会叫的状况 其实很远喔 它看到的时候 它已经在做这个安定讯号 可是你们可能不会发现 因为它动作太快了 所以每个人都会想说 刚才都没叫 怎么突然这么近的时候就叫了 其实它很远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说 我有压力了 那你知道这个讯号可以干嘛 当我知道它在这个时候有压力的时候 我应该在这个时间点 就跟它做一些数量 而不是在近的时候已经爆炸了 哇哇哇 开始乱叫的时候再做 这个时候就太慢了 所以我们会告诉大家 这个安定讯号这个动作 那我就要来告诉大家咯 怎么样散步才是正确的 通常我们的牵绳要怎么拿 我看到每个人都有牵绳 好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拿比较正确 这样子 这样子吗 不是 每个人都拿出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牵绳有一些拿法 我会比较建议是这样子 把你的绳子套在你的虎口上面 这样子牵 好 那如果你的狗比较容易拖逃 很多品种会爱拖逃 尤其哈士奇 拖逃王 那我们就会建议整个手这样子 但是剩下的 请不要像菜市场买菜一样 把它这样子卷起来 因为这对你的手来说很危险 大家知道晚关节很脆弱 它如果真的一冲的时候 你的手腕就受伤了 那你反而好多天不能遛狗 我们如果真的要扣 靠进来的话 剩下的绳子呢 请你这样握在手中就好了 像这样握住就可以了 好所以在散步的时候通常是这样子 不用很用力啦 就是放松 手稍微这样子垂下来握住就可以了 好这是正确的握法 那如果是虎口就是像这样子扣住 其实就可以 那剩下的绳子这么长要怎么办 你还有另外一只手 好吗 就把你的手拿起来 拉起来就可以了 但你这里可以控制绳子的长短 所以你呢 通常会有两只手 拉绳子 就会比较稳 好如果你的狗有暴冲的问题呢 我就会建议你 一定要买前胸跟后面一起扣的 好因为它的平衡必须被拉回来 好所以前胸扣的可以让它平衡比较中间一点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爱心大喜要来到现场 跟大家一起来上课喔 现场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掌声尖叫 欢迎我们的DHM豆花妹 蔡黄如 耶 好可爱喔 豆花妹 小阳好 小阳好 现场朋友你们好 我是DHM豆花妹蔡黄如 耶 今天很开心我们的这个 豆花妹来到现场 因为今天呢 真的很感谢你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这个一个活动 真书刚刚的力道有讲解过 再讲解一次 就是放在手上这样子书 它不会 你自己不会觉得感到痛 就是正确的力道 自己感觉不会痛 这样就是可以的 好 就这样 老师等一下你刚刚先把他屁股拉起来 所以我们在家里也要把孩子拉起来就对了 不是 看个人的习惯 基本上我都会从后面开始 你会从屁股这个部分 因为你如果直接用头的话 他可能会比较遭懂 我都是用头耶 我啊 从头开始 从最不会敏感的地方开始 不敏感就是尾巴这样子 好 我是来示范一下 哎呦我跟豆花妹都学到咯 对学到咯 这样子轻轻的书 轻轻的书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所以毛基本上就是像带铁我们的双手 好 好 就比较有感觉一点 再更有感觉一点 对耶 对耶 因为其实我们这样对他来说可能 他的皮比较厚 对 因为每次我们家的狗狗啊 他皮超厚 就是这样拉 因为他不知道是老了还是松了 就是 他皮很好 他会回头看你说干嘛 没有 他就都无感觉 无感觉耶 我就会抱着他 然后抓着那个皮 你就觉得说 哇好可爱哦 你怎么都没有感觉 这样 所以你梳毛 他可能一开始也没什么太大感觉 对 但是不要真的让他梳到痛 就是轻轻的 轻轻的梳 像老师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老师就是由后往前慢慢说 哎呀 请问一下老师 你的手是怎么抓固定他的脸 因为有些看到梳子 都看到仇人一样 对 他们会害怕啊 可能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比较专业的部分 那我就跟大家讲解的是 稍微介绍一下 像你这样抓着他的时候 他有时候可能会稍微晃一下 对 那你就稍微再出力一点 他可能就不会动 他如果放松的时候 你的手 同时也要非常放松 哈哈哈 你现在 老师你是捏住他的毛 还是鼻子 鼻子 抓大面积这样子 抓大面积 大家看得到吗 老师可以帮忙 他側边脸 塞帮着感觉旁边 腰太大力 抓着感觉有时候就是像 扶着这样子 扶着 他如果动的时候 我们就控制他 他如果没有动的时候 我们的手就放松 哦 只要一次 两次 三次 他就知道说 其实没有 就放松 放松就可以了 黄兵 只会说他就混到哪里 他就连五官 所以他就很像 所以他就很激 而且颜色也很激 因为很乖 好亲人哦 对啊 他就真的输掉 大家的关系 对 可是到他没今天来到现场 据说 你有个重大任务 跟主题有乖 对 对 就是希望一个主题 他是很激 呃 因为我家人是气的 他也是 他跟我养 他是胸子 他胸子里没有气的 然后胸子里没有气 因为我们都已经被大家尖叫 只剩下他那个人 还是等待的他 那我觉得大家 就给 给你恶斯的机会 因为他其实真的很高 然后 我觉得狗啊 就是会陪伴你一辈子 就是不理不及 他不会 他就是中心的職位的一个人 对 真的 所以爱 付出所有的 他就是为你心里抓人 那我觉得 有时候可能 他应该来对我的车 我可能就觉得 他要抖到一起 哈哈哈 因为要做忙 你可能会回家 还是想要有一个 英文在你旁边 你这些人都会走 对 而且看到你回来 其實就會紅白很開心 搖一搖一搶說 啊對 你已經回來了 像我們講狗狗 我回家的時候 還是會在你頭等我 因為我就覺得 狗狗真的是一張平常 狗白的一個 這種獨漢的一個天使 一個生命 我覺得就很希望大家 如果真的有能力 有食物有錢 然後可以去幫他帶回家 所以你剛剛有講 你剛剛的介紹是說 你其實跟你們一樣 七個修訂組 也沒有那麼多修訂組 但是我要跟他剛好奇異的 所以我覺得對他來說 更有一種 這個跟我們一樣 我們就會希望說 我們也是很希望 大家敢愛我們 對 然後因為我們就只能 代替他發生 因為都跟他說話 這個大概知道他想要什麼 就是找到一個愛他的家 因為你有說他的家 他的兄弟前面 都跟他講說 一樣都都沒有提對不對 可是是不是請你跟我們講一下 因為他上段算很輕人對不對 他在幾歲 我 如果還聽著他寫下的你我 以這段回憶的眼睛灑脫 你會不該像是笑跟著我 像是說著卻也沒說 你會吧 你會吧 如果你知道 你會吧 如果你知道 你會吧 你會吧 你會在最完美的生命裡 无意义的找到我 你会在最不需要经过的麦田里面 找到我 找到我 错过我 找到我 后拉住我 找到我 错过我 找到我 拉住我 你会在最完美的生命里 无意义的找到我 你会在最不需要经过的麦田里面 找到我 找到我 错过我 找到我 后拉住我 找到我 错过我 找到我 后拉住我 好好听喔 就是想要 呃 弄弄 就是跟大家说大概可能 那个菜要多碎啊 然后肉可能要多 多小块啊 哦 本来直接 直接切给大家看 对不对 就是想要先准备 但是呢 我们都已经有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 从这边开始讲 好 因为今天上课时间有限 所以老师便利大家就已经准备好 所以其实可以像老师讲 就参考这个肉的 比如说分量 然后跟这个大小 对不对 对 那我们主要这个都是一份的鸡 等一下 老师一个一个讲 这好多颜色好像 这一袋是什么东西 这个呢 比较米白 米黄白白的 那个是鸡胸肉 鸡胸肉 好 那有一个是比较湿性白色的 那个是四目鱼肉 哦 所以有四目鱼也有鸡肉 所以四目鱼是比较白的 比较湿一点点的 那么鸡肉是比较干 稍微偏黄一点点 然后呢 比较咖啡色的话 这是牛肉 哦 牛肉比较看得出来 颜色比较深 对对对 有问题 常温解放多久 我们尽量不要常温放 因为其实南部的天气 就是怕会超深 对对对 那我们还是尽量会把它冰起来 好 所以等于今天活动结束之后 如果我回到家可能 因为我们活动到五点嘛 那我们回到家可能六点OK吗 六点还OK 六点还OK 可是如果到十点可能就不建议 就是尽量不要放过夜 就是如果你要过夜 你就是要冰 那可能明天又没有吃完 我们就建议要冷冻 哦 没吃完就是把它冷冻下来 然后再像老师刚刚讲的那个动作就是 我们把它加热 或者是让它退冰回温 回到室温 对不对 对 如果你知道我的坚定脆弱 如果你看到我有多么荒谬 你会毫不犹豫的拉紧我 你会毫不犹豫的拉紧我 不让我继续忍走 你会吧 如果你知道 你会毫不犹豫的拉紧我 在结局也一起播种 你会吧 如果你知道 你会吧 如果你知道 你会在最完美的生命里 无意义的找到我 你会在最不需要经过的麦田里面 找到我 找到我或错过我 找到我然后拉住我 找到我 错过我 找到我 找到我 拉住我